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中心是一位玛丽诺会的神父建立的 那个欧欧神父 然后他两年前过世了 我从来无论是在中年会 或者是在加油中心 或者是在别的单位 对我是神父 但是我是团体当中一个 不要说因为神父说的你们需要听 我们需要为了年轻人一起找最好的方法 在那么多声音当中我是一个 不要说是最重要的 不要我们一起来 这个我觉得教会就是这样子的 神父会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 然后跟我们用Q&A的方式 然后来对谈 然后了解我们平常的一些需求跟分享 比如他前一阵子会拿某一个福音 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然后那个福音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他可以让大家沉淀下来 你继续想福音是什么 然后从中再带领出有不同的方向这样子 耶稣渴望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 然后呢因为你跟他建立关系 你比较容易表达 虽然你们知道中国人 到部分不敢主动地说 但是我鼓励他们 我希望是简单的 每一个人会听得懂啊 然后呢让他们自己 我希望让他们自己表达 不要只有你讲我聆听